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三個字,兩個等,等待的等 講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是上上下下的 全日見過26300水平,不過全日未至於跌那麼多 最後全日返回上來,最後收是跌58點 收26436點,成交617億 今天市是上下下的,主要是兩類股份拉腳 第一類股份是香港經濟股份為主的股份 就遠了,普遍下跌拖市下去,包括領展 看到這隻跌1.3%,再次失手就79元 再次失手80元才對 與此同時,港鐵也有1%的跌幅,只有13.9% 走勢就一般,只不過與此同時,內地經濟股就好些 令市的跌幅就不止於擴大 例如中海外,升了2.5% 破了頂,走勢比較強勁 整個市形勢,剛剛提過,低位就見過26300多點 高位就見過26500多點 全日的波幅就不夠200點 成交只有617億,就非常少 扣除了近來,上市沒來的阿里巴巴的貢獻 其實600億都不夠,就是比較低的水平 用以往來比較,為何會又窄幅波動又低水平 成交只有這麼低水平,主要是市場人士等待 等待甚麼呢,就是怎樣提兩個字 兩個等 其中今日市場等的是甚麼呢 就是等超級星期四至週末 接下來的15號的情況 超級星期四是甚麼意思呢 幾宗重要的事,都是星期四會有結果 包括甚麼呢,第一個就是英國大選 這個就比較難估計 因為根據民調來說,其實大家覺得 約翰遜才會保守黨贏的機會很大 只不過經過幾年前,也是英國那次脫歐 發現民調其實不是太準的 有時準有時不準,有時準 之事很難完全相信過去 因為是準是不準,比較麻煩 這次顯示約翰遜會贏,很容易 所以是準是不準,這次準不準呢 難說一點,這就是英國的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等第二個,就是中國的情況 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了 星期四也是12日會結束 大家很關注今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今次會談得如何呢 因為大家關注究竟是研判 現在這樣的經濟形勢會怎樣做呢 尤其大家很關注經濟增長目標會怎樣 當然中國沒有這麼快公佈的 開完會之後未必會這麼快公佈 但是大家都關注著 這個會議開完之後有沒有風聲流出來 究竟6%的經濟增長補不補呢 其實內地已經透過風聲出來 6%都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高質量的發展 但是無論如何,大家都要看著這個數字 6%雖然沒有正式公佈 但是風聲會不會有什麼顯示沒有6% 還是什麼呢 大家會關注著 第三個大家會等,就是星期四的結果 就是聯署局的會議 聯署局一年兩日開會 星期四的凌晨就會有結果 不過這個相對剛才那兩人來說 就比較容易測 因為聯署局這次的看法 都不會有任何行動 因為之前已經來了幾次減息 三次減息 減完之後 發覺美國經濟 特別在就業市場仍然很強勁 上星期的非農業的增長 更加令大家大跌眼鏡的勁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必要再做事呢 大家覺得沒有必要 所以不用再減息 所以這次加當然不會加 又不減又不加 之事不動 所以第一個等 就是超級星期四 現在初步看 聯署局比較確定些 中央的會議 中央的會議 經濟工作會議 就等著潮 英國就比較難測 雖然民調就好像很容易測 但是等吧 等下這幾個情況是怎樣 至於更加難測的 就是接下來15號 就是美國對新一輪 中國的進口產品 加徵關稅的限期 會不會到時 就如期加呢 因為上星期末段 透露風聲出來的話 應該是不會的 即使未能夠達成協議 第一階段協議 都不會馬上加關稅 可能會延長一個月 有這樣的風聲 究竟到時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好像傳說 傳聞這樣說 真的會到時先宣佈 延期呢 因為今天市場出的消息 又好又淡 好的消息 就說中國已經大手 買了很多大豆 在美國方面 9月至11月的情況 買大豆的數量 是去年同期的13倍 這麼多 之事換言之 好似中國在這方面 釋出善意 對有利 中美談判 有好的氣氛 但與此同時 外媒又報道 中國下令國企 就移除 在三年之間移除 外國的軟件和硬件 科技產品方面 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又擔心 會不會特朗普覺得 這樣做 是不是之事 很多是美國的軟件和硬件 在中國國企內應用 做什麼事 替我眼尾 會不會令特朗普反台 事實上 有些外媒的知名人士 都說 這個可能就是特朗普反台的原因 無論如何 這個 又好又淡的消息 都是大家先等著 這類消息面 是所謂的點題 第一個是等 第二個等 是什麼呢 就是技術面 技術面 今天 三個很重要的指數 無毒有偶 都是同一條線 很有關係 說的是100天線 先是 國企指數 受制於100天線 穿不到 100天線 大概10400點 差一點 至於上陣指數 正在挑戰 100天線 正在逼近 100天線 都是差一點 2920 左右 差一點 幾點 逼近就出現不到 至於恆新指數 也是 昨天衝過去 100天線 以至 50天線 因為50天線 和100天線 都搭在一起 構成了重要的阻力 昨天衝過去 回落 今天仍然 在下面 現在 50天線 和100天線 大概26,600點 受制於 100天線 和50天線 三個指數 都是受制於100天線 所以大家等一等 看看這100天線的增持情況如何 如果 這陣子相對強勢 上陣指數 能夠 帶頭 突破100天線 以至前浪頂的阻力 是2930左右 那 形勢 可能會有少少轉機 可能在 內地 經濟股的大動之下 令恆新指數 有好一點的表現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就大致 多謝大家